英康保险从上个月起从合作社正式转为企业模式经营 并继续肩负起社会责任 为了让更多国人获得保障 公司两年前推出微型保险 深受自由工作者的欢迎 至今已经有超过8万名用户 当中74%是新客户 记者洪宝林报道 43岁的张德发担任排球教练已有16年 他说由于教练属于高风险职业 他之前购买的保险每年保费高达400元 去年5月转为英康的微型保险Snack之后 每月持续支付20元 张德发也为旗下16名教练购买同款保险 一旦受伤无法教求 他们也能继续有收入和应付医疗开支 英康保险公司上个月企业化后 拥有更多灵活度发展业务 目前是一家社会企业 公司也将专注于照顾有需要青年的教育 以及年长者的福祉 我们也帮助在教育部财务补助计划旗下的学生 让他们在家长或监护人去世或患上永久残疾的情况下 得到5000元的资源 对于年长者 我们也为他们专门策划成保问卷和产品 让年长者为晚年财务规划更有保障 除了关注有需要的青少年和年长者 英康也会着重于保护环境 公司将加大降低业务坛排放的努力 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